杨那个羊这个游戏我真的就烦死他了 周二我老婆莫名其妙的给我发了一个小程序 最新出炉全国省份制礼拜行 据说只有0.01的人可以通关 敢不敢睡觉前玩这个游戏 我以为耗贝到了回了个问号 后面又连发散条 我仔细一看杨那个羊 就那几天他要着了魔一样的玩 玩的那是各种鬼叫 只要是空气时间就玩这个 我说这有啥好玩的 不就是三个方法连一起的消除过戏 我当时也试了一下 除了第一关非常简单 到了第二关我就过不去了 每次收到最后就会弹出复活 给你机会移除三个物品 这不就是消耗养臭吗 底下还有三个需要分享链接的通关道具 我立马让这根本就不能叫做游戏 只能说是看广告模拟戏 这游戏很鸡贼呀 说好听点是小小的 说难听点就是赌 利用赌徒心理 抓着玩家想要通关的想法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看广告 用各种辅助道义分享给好友 还搞省份排行 搞竞争 进行病毒式的传播 我发现但凡是这种病毒式传播的游戏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玩法简单难度高 召唤神龙合成大西瓜 都是曾经爆火的游戏 让你想去挑战 他们也是输了看广告 但是那系列真的能通关 虽然难度也比较高 觉得我多最少人这游戏之后 你想通关这游戏 那除非你有特别好的运气 它表面上还是随机 那确实是真的完全随机 随机到最后根本过不了关 就是说你开始就注定你过不了关 还说是敢不敢测下你的智商 搞这些噱头干嘛 这不是耍猴吗 我老爸到现在都没想到自己被耍了 看他天天浪费几个人而在的游戏上 我都无语了 加上因为难度太高 很多人质疑有没有第三关 反正我目前用的内部版看了一下 没有第三关 这游戏有多少人玩我不清楚 就按照这个火爆程度 就按看一次广告 公司最低赚三毛来算 短短几天获利至少千万级以上 甚至更高 按照游戏运营来说 这游戏是成功的 极地的成本超高的回报 就从某APP上的作者因例来说 一个一分钟的视频 获利七万五加 蛮暴利的 玩家某安全就是这游戏的赚钱工具 你获得快乐嘛 你确实在因此又因此的挑战中 获得了快乐 但大部分获得都是痛苦面具 无时无刻就在挑战通关 挑战一款几乎不可能通关的游戏 表面上你没有花钱 但实际上你每次失败点击的复活 花着是自己的时间 时间又是金钱 浪费自己的时间 看广告给他们赚钱 每一个玩家在无情中 变成了这游戏的获利工具 杨乐梁在游戏圈 绝对是成功的案例 虽说被质疑超义三太要死 无所谓 这无论中钱赚到了 之后超义什么的根本没有影响 热度一过大家 以往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 这游戏的公司相关服务人都说了 最精致的玩法 连成三个也算抄袭 那这样的游戏也太多了 公司不会对此理会 又会有自己的判断 确实 我不会在乎它是不是抄袭 但是我的判断 那就不是抄袭了 直接是复刻好吧 一模一样的游戏玩法 几乎一样的界面 连商业模式都是一样的 在玩家业里 你们喊他抄袭 喊他再厉害没用 在这游戏圈里 就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我接近的东西 赚到钱了 我就是成功 就这次世界过后 我刚保证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更多类似这种 模式小游戏登上 跟我的热搜 进行期待